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往某个未知的空间 上级要求组织赶死队 进入山洞查明爆炸原因 很快 好多勇敢的战士都奋勇报名 我们的男主老胡和女主杨平都纷纷参加 就这样 一行赶死队就这么上路了 在山洞内发现了更大更多的不知名生物的骸骨 穿过山洞来到了一片雪山 还发现无比巨大的脚印 突然发现一个长得像哥斯拉的怪物出现了 召唤了很多壮人救燃的蝙蝠 接着又发生了雪崩 无奈下 他们掉进了一个洞坑 此时就剩下四人了 走进深洞内 发现了一个怪塔 杨教授说这就是封印鬼族的九层妖塔 杨教授想打开妖塔被队友阻止 此时蝙蝠又追来了 无奈下 他们掉进了湖中 可最后只剩老胡一个人存活了下来 多年后 虎八一退伍后回到北京 重逢了发小老王 老王并安排他在图书馆工作 一日老胡翻阅图书时发现了一本鬼族史书 回忆起教授说的 原来进山洞找宝塔 这是杨教授的阴谋 他想复活鬼族 镜头一转 一考古人员挖出了一具石棺 发现了杨平的尸体 杨平立马渺活 还富有超能力 此时石油村的一个歌舞团正在演出 布料被不明生物袭击 整个石油村被受到了攻击 此时轰动全国 另一方面 正在看书的老胡也发生了变异 整个小宇宙飙升 老王赶来阻止老胡的行为 原来老王是守灵人 并且和老胡讲了来龙去脉 得知 只有一王的后裔能打开九层妖塔 而老胡就是一王的后裔 后来 为了帮杨平找他的父亲 一伙人来到了石油村 被一群长得像狼人的怪物袭击 经过《你来我往》几个回合 毕竟是人 哪里敌得过这怪兽呀 最后 变异的杨平来了个四两拨千斤 吓走了怪物 可老胡为了阻止这些妖怪杀死杨平 因为杨平被鬼族附体 只有杀死了他 妖怪就会消失 随着一声枪响 故事结束了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早餐 变异的杨平 我们下期间 爹 左边 有点事 乖 气到烈的 Deross 币有关 车马 车马 很快 车马 一位炼 车马